欢迎你们来到佛教科学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节课 思维摩斯三 思维宽以不二门 今天我们继续减述思维摩斯这个课程 内容就是思维框和二边概念的联系 以及不二门 我们在上一节学过了前行模型一 儿童成长模型 之所以我们要先学前行模式 因为我们学了前行模式之后 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的去了解 我们数数目字在华言经里面的二门模式的内容 对 学了这个前行模型 我们就明白数数目字这个模型的意义和目的 我们在这个模型中就知道了 从儿童到少年到成年 我们是逐渐扩展那个思维框的 这也是一个自律发展的成熟过程 是跟数字和思维框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思维框 这个在我们上一节也介绍过 一兆有一兆的思维框 比一兆更大了就是万一了 但是呢这个万一呢虽然比较大 但它还是一个思维框 是一个大数字而已 那么很多人在万一以外呢 他都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而把它称之为无限了 其实数字只是一个工具 用来表达反映我们的思维框 其实我们除了用数字 还可以用别的东西 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思维框 但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数字吧 所以我们是在这里是用的数字 来可以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框 我们反观一下自己 我们把思维框放在哪里呢 你的思维框是一万了一亿了 是一兆了还是万一 还是万一以外了 那么学习思维框的慈悲意志 是什么了 在《维摩结经佛国品第一》里面 有经文提到 以能随顺转不退轮 善解法相之众生根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里面也讲 九者横顺众生 还有就是佛的一个称号 其中一个是调育丈夫 还有被众生不见到 此肯摄影众生 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众生的思维框有多大 换句话说就是要知道众生的根气 然后呢 我们才能去横顺众生 还有是调育众生的 对 这是我们学习思维框的 一个意义和慈悲意志了 好 我们现在进入 第二个内容就是二边概念 众生呢 是凭置着二边性的概念 去认识宇宙的 伸罗万象 及各现象对比差异 如光和暗 宝和恶 能和热 生死 善和恶 天堂和地狱 阴阳 还有轮回 涅槃 还有有限 跟无限 那其中有限跟无限呢 这一对呢 是一个最难搞的一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只要我们可以把有限 无限都搞清楚了 那其他的就很容易了 对 这个有限 跟无限呢 是最大的一个二边概念了 其中有限呢 就跟我们行个上的那个线上界有关了 因为我们熟悉的东西都很多是有限的 可以计算的 而无限呢 就是行个上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都说是无限的 我们具体来看看他们的定义 有限就是有边界或限制 衡量的能够能够被完全计算的 不是无限的 无从小不为零 这就是有限的 而无限呢 和不相容的 开悟的人呢 已经超越了二边性的矛盾 我们 包容这法界的所有现象 新包法界 这些经文呢 是以中国的词汇 开悟就是开无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打开心量的胎心呢 已经跟快乐同意了 然而呢 快乐其实是指轻快节奏的音乐 是五蕴对声音刺激时 跟尘世所起的作用 和开无心呢 是结阳不同了 对 所以以后 我们用开心 就要小心了 如果自己 说自己开心呢 可能人家会以为你是开悟了 对 因为打开信念是如此重要 所以如来 再重复圣述这个课程 这课本就在 八十华言 大方管佛花言经 卷六十五入法界品 三十九章之六 上财童子 第十二参 自在组童子 教上财童子 如何计算 越来越大的数字 这个数数据链试了 我们在思维模式的第一课就已经做了 大家已经有体会和感受 这个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个数数目字的意义 在地方广佛花言经卷第六十五入法界品第三十九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之前的很长的数数目字的内容呢 简略的表述为一段的一个新闻 就是从一百落差为一句子到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 中间呢是省略了很多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了 是从无量无量为一无量转 还有了无数无数为一无数转 这里是哪里的出现转了 这里这个一转呢 其实就等于我们从一个线性的一个思维 然后我们已经就马上转到一个二维的思维里面去了 对 就好像是说一个X的一个平方 对 也从一条极限变成一个平方平面了 我们做了这个练习 有什么样的一个秘密跟奥义呢 为什么就课程呢 一定要我们先去读经 去做这个数数目的练习 而不是来先给大家解释 然后再读经呢 其实经就是如来开佛之见 也可以说是经就是从一个开悟明了的人 他们的所说的第一手的资料 那如果这个经是由我们去先解释了 大家就不会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但是如果是通过自己去读的话呢 就有了那个机会 可以是接收到这个写经这个开悟的人 他们的一个第一手的资料 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去读经 然后再来解释这个数数目字的这么深重的意义何在 那么这个就是密的意思了 如来上师直接用第一手资料灌顶 无需解读 旁人不知 然后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一个禅了 就是自立参悟 如来传心 无需解读 第三个呢 就是经过他人解读之后呢 是第二手的资料 那么这是经过媒介解读的 就好比说一些高尚大德 他们在解经说法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一个第二手的资料了 是通过由媒介去解读的 所以呢 在数数目字这一刻呢 首要呢要读经 不可以先说法 如果是先说法的话呢 就等于是剥削了大家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的一个机会 对 是你大家都认识谷歌嘛 就是Google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为什么谷歌叫做谷歌呢 其实Google呢 在英文里面它是有含义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单位 就是10然后有100个字方 这个就是Google这个字这个含义 然后当初Google的创始人呢 他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信量 知道一个资料库必须有那么大的储存量啊 所以他就取了用Google这个名字 所以他的生意呢就能做到这么大了 就是这个花多花少是跟他巨大的信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对他的验警跟信量呢就是把Google这个公司能够容纳无量海量的那个信息 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巨大的数字 也确实到金石金又他的资料库确实也是有海量的资讯在里面 对我们现在进入下一步内容呢就是华言密 觉察小我用反面情绪 这个华言密就是跟大家去解释我们最近数数目字的意义不在了 对那么这个箍照而重复计算过程中呢 前级学生体验到自己对宗教教学的抗拒情绪 从中感受到自己的思维框 因为其实我们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是很长很长的 所以大家其实话多话少呢会觉得哎呀怎么数字这么长啊 数来数去都数不完 但我自己第一次数的时候呢我就确实我就数得很不耐烦 因为觉得那个数字真的真的很长很长数 怎么数来数去都是数不完 然后到最后看到那个PPDA只有一半了 就知道啊那个是最后一个PPDA的心里面还产生了一些的喜悦的感觉 对在这个过程呢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思维框了 对 用这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呢可以量化出同学的松金宽宅的程度 所以很明显就在我第一次数的时候呢 那个我的心为思维框呢就到那个程度了 那么同学在数数目记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思维框 当同学运算至某一数值而感到继续上去已没有必要 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同学的思维框 他就会拒绝继续这个简单计算运作和产生排斥 会觉得无关重要无意义没有用的并列之为无限算了 确实当我们数着数着 那个数字都已经大了 我们都不知道就怎么去数 也不知道怎么读的时候呢 有机会会觉得 其实这样数下去真的是没意义的 那我们这个数字我就把它叫做无从大就算了 我就没有必要继续再数下去了 其实正正在你停的那里 那就是我们的思维框就已经达到我们的上限 我们的思维框就是在那么大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可以看到了修行者的小我 向行者自己本身反扑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了这个小我反扑的几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我不听 小我呢是不愿意听到超越小我的道理 不闻佛法 小我呢是喜欢听巩固小我的法门的 如小我怎么样才能长命百岁自永生 如果有这些法的话呢 其实就很积极会去听的 数数位呢也不听数位和小我是无关的多余的 就是数着数着就觉得数来数去也是没什么意义嘛 所以小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啊叫你啊就不用数了 这个也是没意义的 其实这些也是小我啊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反驳 第二我听听也无妨不过我是不会明白的 这个就其实好比的就是我们觉得哦 这个课程很好啊想叫你来听课啊 但是呢可能你也不好拒绝 然后你就跟我说行我去听听也无妨嘛 但是我应该也不怎么会明白的 小我呢是决定不愿意明白大道 因为大道理会扑灭小我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数量单位呢明白十 明白百千万还有明白千万 这个与我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一万块啊一百万啊一千万啊好吗 这些在我们的思维框里面呢我们是知道的 比如我们可能哦要想我要赚个一百万就退休了 哦的我要赚个一千万啊 甚至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哎有能力的 我总得要赚个一亿吧是不是 但是如果当人家说到你要赚个百亿一招那这样子这个数目是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思维框了 他们是从来想也没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要我要赚一百亿或者一千亿的的钱了 对所以他就决定无名及与我无关了就把这个说成是无限了 第三种情形就是我名当马上无名 数量单位呢十的N之方我就明白了 上课后就没有应用 不明白如何应用 所以呢马上无名 这好比是我们上课啊明白了一些道理啊 但是到我们下了课之后啊 觉得明白这个道理 好像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作用 然后很快的哎呀就马上又继续投入到无名里面去了 对 还有很多其他关于觉悟的重要问题这一刻没有谈及 这一个呢就是好比我们上课 我们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但是我好像还有很多千千万万的问题 我还没有得到一个一个答案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所学的这个道理好像也没什么用 因为我学了之后我对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给答 对但是他总是想一个答案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对好我们现在用三种形象的图片来表示这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我反扑的内容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小我反扑我不听 这个我不听呢其实就是一个自满颠倒的一个表现 就好比说我们的信量就好像一个杯子然后装满了水 是不是 那如果装满的水就算有多好的干露要倒进这个杯子也是装不下的 因为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杯子已经装满了水了 那你不论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啊或者脏水啊都好 反正都已经满了自然就装不下了 又或者是我就直接把自己的耳朵都捂住了 我就不听就好比是我把这个杯子都反过来了 那自然就有多好的水啊 菩萨的干露也是装不下的 对第二种情形就是我听听也无法 不过我是不会明白的就是有漏 这个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杯子啊是可以装水 但是呢这个杯子是有很多洞的 这是漏水的就是无论你我多好的水倒进去 它都会漏出来的 第三种情形我明当马上无明这是杂性乌养 就是在第三种这个情形呢我们上课真的明白一个道理了 而且也深信这个道理但是当我们下课之后就是觉得 哎这个道理而且好像是对我的人生每天的日常生活好像没什么帮助 都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真理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一幅图片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就是一个拼图是不是 好像我们今天上课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好比我们已经得到一块或者两块的拼图 然后我们把它拼在拼图上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自然的就看到这个拼图的一个小角啊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拼图完全的都要看到这个拼图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对我们就要一步步的把这个明白了已经明了那个拼图拼上去 对那么那个拼图的面积就会越来越大了 总有一天我们把整个拼图拼出来了 是的而且首先我们拿到这个拼图先不要把它扔掉啊 一定要保存起来把它拼好 这样子总有一天呢我们这个拼图就可以完成 对就知道实现了 所以呢明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明了不要马上无明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提到了杂性乌氧啊 这个杂性乌氧呢就好比说我今天明了这个道理 但是我明天回去想想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以前学的不一样啊 好像哪个人他们所说的跟这个不一样啊 其实这个就是杂性乌氧啊 我今天明的事情跟我以前所学的或者以前听谁说过的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明了就是明了 就不要被其他东西所污养 对所以呢以后当你发现有自己的这种念头 跟疑问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小我呢是在反过了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我直框 大家看到这个都是我直 这个Ego呢就是其实也是在外国心理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字 Ego就是一个自我的意思吗 对也是小我的意思啊 是的我们以后呢会有一系列的课程呢介绍 关于小我啊我啊自我啊这方面的知识的 那么我们的信念呢跟我直呢是反比例的 是 换言之呢信念越大你的我直呢就会越小 嗯那么我们的我直越大的话呢 信念就越小 对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 这个花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 勿忘我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着这个花就不要忘记小我 嗯对也不要忘记大我和真我和无我 好我们接着介绍华言禅的那个内容 也是从数数目字那个模型引申出来的一个内容 就第三点认识到无限的概念呢是由有限的思维创造出来的 当同学继续扩大这个无从的数算方案 每一个无从大的数字都可以量化 值和量这两边是可以超越的 就如不可说这抽象词一直变成可说的具体单位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数数目字的时候有一个不可说 不可说不可说 这样的一个数量单位 这个说是不可说 但它真的是不可说吗 那么我们是从数数目字 是用数量单位来分析一个性值和抽象的概量 而把它呢通过量化了 转化为一个具体的数量单位 就是从值变成量 从而呢就打开新量 从而呢就打开新量 那么我们用这个表啊 显示数数目字 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那个数量单位 比如我们看看第一列呢 是这个数量单位的有多少位数 对 而中间这一列呢就是它的一个算式 第三列呢就是数量单位的名称 比如这列呢就是去和去继承呢 都得出一个域了 那么这个域的有多少位数呢 是57,345位那么多数量单位了 就是在我们数数目字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域这个词的时候 就它就是表示有这么多个 55万7千那么多位数的一个数字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么多位数的数字 是怎么样的一个数量 那么到了一个不可称转 乘以不可称转呢 就得到一个不可思了 那么到了不可思转乘以不可思转呢 都得到一个不可量 那么不可量具体有多少位数呢 大家可以看到看看哈 百万18亿 对18亿位数 它不是18亿 而是18亿位 才是不可量 但是不可量是最大的数字吗 不是它上面呢 还有比它更大的不可量转 不可说 好了我们看看不可说 是多少位数呢 是这么多位的数 那么在数数目字 电视的最后那个数字的单位呢 是不可说不可说转了 它是有这么多的位数 我是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有很多人呢 他会说哎呀这个开悟的境界是究竟是怎么样了 然后那些所谓的高人呢 他就会说不可说不可说 那我们就知道这不可说不可说的就是有那么多位数的 那个就是不可说不可说了 对原来不可说是可说的 是可以说的 而且呢是有一个对应的数量单位 可能是数字太大了 已经超过了它的思维框 所以它是不会说 对好 针对这种不可说的说法呢 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难道这个不可说是觉悟的最高境界吗 我们看看六祖 惠仁大师是怎么样回应这种不可说的 六祖法宝谈经 副主品第十 里面经文有提到 直空之人有棒经 直言不用文字 既云不用文字 人亦不合语言 直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又云直到不利文字 既此不利两字 亦是文字 见人所说 便即棒他言着文字 如等须知 自米亦有可 又棒佛经 不要棒经 罪障无数 对 所以我们 不能用不可说 来表达一个开悟的境界 开悟境界是可说的 你看我们的三藏十二部 有那么多的经文 就说明这个是可说的 我们继续介绍华言常定的内容 要达到这个既简单又困难的任务 可以又简单又困难吗 同学必须将精神处于高度之中 无时无刻专注的状态 换句话说 在一个入定状态心灵放松 这颗生命的力量是强大的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学员 他们一边数一边数的时候 他们越数越轻怀 越数越高兴 所以他们就多多少少的就是进入了这个 沙漠地的状况 但是相反的也有一些人是 越数越觉得越无聊 越数越觉得越无意义 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对这个数数目字的一个含义 揭秘跟解读 这就是破仓了 那么处于这个状态中 同学开始明白 有限无限这概念的产生 是源自自己的生命力 从中得到第一手的经验 即有限无限的对比 有限和无限的共存 所以我们数数目记的时候 获得的那个感受 跟体会呢 就是第一手的经验 因为是你自己感受到的 而且在那一刻呢 已经感觉到了 一个有限跟无限的对比 和有限和无限的共存 这已经是 波尔法门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 现在进入离二边入 波尔门 解决矛盾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今晚最终破产的核心内容了 也是数数目字 这个链词要为我们 提供的入波尔门的一个方法 跟意志 那么 不需相互排斥 明白到二边是相对的 超越是绝对的 虽然超越了有限也无限的 传统定义 出世间法 但是呢 仍然要接受世间 传统定义 就是世间法的游戏规则 那么 我们知道啊 数数目字链词有 一个作用 就是打开我们的信念了 嗯 那么第二个 作用呢 就是让我们离二边 同时呢 入波尔门 就是 让我们呢 超越了有限跟无限 的一个传统定义 和它的一个局限 大家看到这幅图呢 就是我们去寺院 可以看到的一个 不二门的建筑 因为以前的高僧大德呢 他们都知道正法会一代一代的这样子流传 相反的 他们在建筑物呢 一些好的寺院 它可以屹立百年 或者上千年 所以他们都把 他们所领悟到的秘义 埋藏在寺院的建筑物里面 对 把重要的 内容 跟法门呢 通过建筑 来 表达 大家看到这个 不二门 在进入这个不二门 大家看到这些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楼梯极 这个楼梯极 可能看上去 好像很高 有很多很多极 但是如果只要我们不怕艰辛 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话呢 就好比我们的生命能量 是一步一步的提高 最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不二门 那么入这个不二门呢 就是入佛门的第一道门了 只有入了不二门才可以说入佛门 真正学佛修行的真正开始 对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不二门 就要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生命能量 才能够达到这个不二门 进入了不二门之后 我们还要怎么做呢 进入了不二门之后呢 我们才是一个 旧行的刚开始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 对 大家看到了 进入了不二法门之后呢 还要经过这条长长的大路 对 看到有十二要叉大将啊 然后我们会到达弥勒佛殿啊 还有世间王殿啊等等等等的 然后最后才到达目的地 大雄宝殿 对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打开信念呢 是入不二门的先节条件了 那么入了不二门之后 我们还要走一段路哈 那么是走什么路呢 就是要学无量法门产生无量问题 然后呢 然后呢 找到无量答案 最后呢 明明明白白了 就破了无明了 明了之后呢 就是了 好 就是了生托死啊 就解脱 裂旁 这就是我们季节学院定义的一个修行的气地和实修的一个路程了 这里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地图了 就是从开悟开心进入不二法门 然后学无量法门 找无量答案到明到了 这是很清晰的一个路径跟指引 这里我想说一下 这里所指的无量的法门 并不是说是我们宗教里面所提到的法门 恰恰的这个无量的法门是 包括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所有的做事啊 做人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统称为法门 也包括了心理学啊 科学啊 数学啊 统计学等等的这些所有的知识 我们统称为一个无量法门 是 我们的课程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边学习边实修的 一个课程了啊 那么是可以把我们能够产生的问题 积情都可以解决 只要大家跟着这个课程一步一步的学 学完一年到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最终呢大家可以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其实我们又一边学我们很多问题就很自然的就会就跑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课程我们其实也可以找到自己问题的很多答案 这个我们学识过了华言手数目字这个重要法门呢 我们注意到了在华言经的联品都会重复生素 它的含义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华言经一个这么重要的佛教经典里面 它居然同样的内容出现两次 那我们足以可以知道这个内容是多么的重要 对 厌识这个制成数字的扩大增值 重复出现在同一佛经的卷45 阿征奇品第三十章 佛以此教导心王菩萨 因为这个品呢就是心王菩萨在秦法嘛 那么这个王 心王菩萨的王字有什么意义呢 王字有三重意义 第一权力 王者是掌握着管辖领域的权力 第二呢就是领域了 就是形容其威力所及之广泛领域 就是他的王的一个领域的广阔 还有第三就是运作 是包括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运作 心是指心意识的运作 所以呢 心王菩萨的心王是形容有能力去把握心灵的一切 广泛运作的修行人 对 这个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把握我们自心的这个人就是心王了 就是心王菩萨 所以是不是说我们到达了这种水平跟境界的时候 我们就是心王菩萨 是的 这也意味着大开无心了 也只有我们把自己的心量打开了 我们还能够到心王菩萨那样 是心王或是童子 佛陀教法内容自然是一样 那为什么一位学徒是童子 另一位却被称为心王呢 那是因为心王菩萨呢 向佛直接询问这个核心问题 而善才童子呢 他参失时啊 自在主童子是无问自说的 就是说 在心王菩萨向佛请法的时候呢 其实心王菩萨已经经过了很多的思考 其实他已经对这个问题的已经想了很久 所以他最后才有这个智慧 能向佛去问这个问题 因为问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不懂 你是不知道怎么问正合适的问题的 但是佛陀呢 当这个善才童子啊 他去刚好参 他去参拜自在主童子的时候呢 那善才童子呢 是自在主童子呢 他无问自说 就向善才童子去自说的 对 这就是心王菩萨跟善才童子的一个区别了 对 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不同的参学求道的那个阶段的一个 而且在这里为什么用善才童子呢 其实他里面呢也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表法内容 就是当善才童子已经明白了之后呢 他还是一个童子 因为他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就好比我们明白了进入古卫法门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长的一条修行的路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 那个才是开始 对 好 就是从童子到心王的一个路程了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思维模式的第三节课 就已经把把原属树木制这个法门的内容跟那个秘密 就为大家的解读跟揭示 就是一个帮大家打开心量和入不二法门的一个方法 其实数字只是一个工具 就是用来量度跟反映出我们的心量有大的一个工具而已 衡量我们的思维框的一个工具 同时呢 我们在数不断增大的数字之后 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有限跟无限的在变化 以前我们认为是无限的数字 可以突然变得一个有限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让我们一体会到 就发现了 原来有限跟无限的可以共存的 都可以自己体会到 一个 第二个呢 那有限跟无限这个矛盾呢 就通过了量化 不断的数字目击把它解决了 因为呢 这个量化就把以前认为是抽象的不可量啊不可说 不可数的东西 变成可量可说可数嘛 嗯 是不是 发生一个想法 嗯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里